有人問你為何不講粗口 有人問你為何不講粗口 你去打靶 誰不講粗口 你上一集沒講 說不過人 你搞錯 講粗口不隨便講 是的 解釋一下 你要講到某一個人 是很混蛋的 社會真的討厭他的 事實的他真的討厭這些人 我們作為劇情書 要加強這些人 但是你們大家見過 講粗口不隨便講 否則不會講女人生殖器官的 沒有的 不論男女 你都不可以講這個字 現在你可以去打網台 其他人講女人生殖器官的字 講女人生殖器官的字 全部簽給你 我們粗口不是講爛口 我們那個不是說有侮辱性的 即是說事實這個人真的要打靶 即是打網家撐不到靶 你說兩句粗口被人發洩 你明白嗎 那真是劇情需要 即是我們講這些人渣 你真是劇情需要 我講這個事實 大家可以問問這些老前方 當年香港銀行交開會 包括大地產公司開會 整個會都講粗口 因為港警員粗口就下班了 你批准銀行老闆 最厲害是曾永康講粗口 因為講康塞事 港警員開會 銀行公司開會 銀行老闆開會 下班講粗口 不講粗口會生病 是嗎 不講粗口 你問吧 你可以問的 不是我吹水 你問問人 喂 喂 恆生銀行 那時候那個 後期那個董事長李國偉 那時候阿善伯 退了下來 何善肯 講個故事 你聽聽 你是真事來過 又聽聽故事先 好了 有個客人 阿善肯照顧 是大的 老客戶 在恆生 那譬如今晚吃飯 阿善伯 那間公司 就有不遵用 想擴大一些雅 沒問題 沒有問題 你不去找利仔 搞搞他 他們國偉搞搞他 我們有空 你不去找利仔 幫你搞搞他 你國偉做董事長 那時候 阿善伯就退了下來 但都作為公司那些董事 何善肯 那這個客人 大王子義 因為他都是恆生的大客人 只不過說 他發展一間公司 要拿到三、兩億元 那一個洞 他上去找利先生 那時候他不是做總經理 做總經理 做總經理 他說 不行 不行 這個人下 他就說 不行 我跟阿善伯說了 他是OK的 你知道你國偉怎樣說嗎 你不知道我現在坐在這裏 小壯當權 現在 我這樣就疾過哭 現在坐在那裏 那些是小壯 那些是小壯 現在那些全班都是小壯 那些是老鬼 你說他 你打他當沒用 現在小壯 當權 你說誰都沒用 那你走 那你走 王俱俱 就去等給何善伯聽 什麼善伯 你說你沒有壓力 你說你沒有壓力 那老總說現在小壯 不怕你笑 或者你答應了 拿來講 那現在就沒有回來了 何善伯不出聲 有沒有表示我 是嗎 到了月底下 開那些股東 不就是他內部的董事會 大庭廣眾 我稍後指著地國位說 少壯派 我要你現在馬上不用少壯還可以 即是馬上炒了你 不加產 讓你少壯派笑 我以後可以不讓你少壯還可以 大庭廣眾 大庭廣眾 有幾十人 有幾無人 你問那些行家 有些行家 有些行家 笑壯派 我等過 要你不用笑 就馬上 要你馬上無法笑 你會這樣 大佬 所以當時他們那些人 是全部講粗口的 香港這些行家 不講粗口會病 大佬 你會打抄我 媽抄我 媽抄我 你會打抄我 那些行家 所以說出一個 男人來說 是一個很深奧的文化 但千萬 如果小朋友 做網台的節目 你會聽著 不是教訓你們 不要人講 你會學人講 千萬不要有女人的生殖器官 但以後 你沒有聽過我說 沒有 是嗎 不參考人 博扯威 那些人 不參考人